国家景气不好 不少五星级饭店也推出了所谓的馆外餐厅 主打五星级的服务跟美食 但价格是比五星级的饭店还要便宜两到三成 因此缔造出了亮眼的成绩 超大汉堡与薯条搭配鸡肉香肠 杨石峰专走年轻风格 这是知名五星级外馆餐厅 进驻年轻族群百货 一家家开特别量身打造的美食 就是看准五星级饭店的馆外商机 将香料配料入锅再加入面条 香喷喷的意大利面上桌了 这也是出自五星级主厨之手 能吃到饱之外还有不同餐点可享用 五星级外馆价格主要480元到580元 比在馆内吃便宜近一半 一般五星级就是都很贵 我觉得这边是还可以接受 可以用比较经济实惠的价格 可以吃到像这样子很精致 那种就是比较专门的料理 那就会吃了就会觉得很开心 当然一开幕之后也受到很多客人的喜欢 尤其是学生 所以在单月的营业也有达到了500万左右的成绩 不仅其为了抢功评价美食市场 五星级饭店近年纷纷成立馆外餐厅 像是国宾亚都丽质精华寒舍集团的馆外餐厅 打出价格比馆内便宜两到三成 价格相较优惠加上有些还有吃到饱 让馆外餐厅生意整整日上 汉莱集团旗下两家吃到饱的餐厅 就预估今年营收能破6亿元 精华集团同样也新增吃到饱餐厅 愿营收破500万 预估整体营收能破3.5亿元 而亚都丽质也预估能破一元商机 韩生爱美也在今年开启首家馆外泰式餐厅 看得出这块馆外大笔 业者们都磨刀磨磨成了立块美食竞争市场 中天新闻正中秋景台北采访不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